清除網站 各位來賓大家好 我是趙一平 這個計畫 這個是一個學界的 就是科技部的計畫 今天很榮幸的 來這邊跟大家介紹這個成果 那它是一個持震影像雲 那主要這個計畫裡面就包含了雲端除塵跟雲端運算的部分 那這個是我自己的腦 這個右下角就是我自己的MRI的腦 那MRI大家很常看到 它是一種非侵入式然後沒有放射線 具有很好的這個空間解析度 那它也很適合做translation的這個就是轉譯醫學的部分 因為它從animal 到human 都可以做 那我們比較常見的醫學影像就MRI的影像 大概分為這幾個比較常看到 例如說像T1的影像 diffusion MRI或者是resinistic或者是整個functional的MRI 那通常他們會拿來做哪些事情呢 例如說像T1的影像通常會拿來做一些疾病的判斷 例如說你看一下stroke 或者是看一些腫瘤的位置 或者是有人會用這個T1的影像來量這個皮質的厚度 看IQ 那diffusion MRI是現在唯一一種可以以非侵入式的方式 看到大腦裡面的神經結構的一個技術 那功能性的functional MRI 主要就是用在研究上面去了解大腦裡面 每個功能它到底在做什麼 然後用在例如說認知科學上面或者是神經科學上面 例如說像這個圖上面 我們就會看到在language的area 因為你在說話的時候 所以我們透過MRI可以看到這個language的area有activation的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這些都是一些傳統我們常常看到的東西 但是在我們這個研究裡面主要focus的是在中間的這個diffusion MRI的這個部分 主要是在這個部分 我們把這個部分的整個處理 一直到變成大腦的網絡的部分 全部都雲端化了 對 那這是一個MRI的情況 在現在的一個情況 那在醫院裡面呢 這個病人來到了醫院之後 他可能排了很久的隊之後 經過了三個月好不容易照到了MRI 反正他做完MRI之後 他沒有辦法直接回去醫院 就是醫師端得到任何的診斷 因為這些影像 有的影像是需要這個放射師再去對他做一些 就是放射科的醫師再去對他做一些診斷 那另外除了像我們的diffusion MRI或function MRI 他可能就需要一些其他的後處理 那這些後處理可能就需要等比較久的時間 所以病患就只好回去 等到下一次就診的時候 他再來醫院的時候才能看到這些的結果 所以我們必須要花比較多的時間 在做這些的後處理 那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子 MRI的影像分為兩種部分 第一種部分就是所謂可以直接判讀 所以放射科的醫師可以針對這些影像 直接給這樣的一些診斷 那例如說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腫瘤的位置 那有些的像這些血管的部分或者是神經術的部分 可能就需要後處理 在開刀的時候才能放進navigation system裡面去做 那像這一類或者是我們去看功能的影像 例如說我們想了解這個癲癇的情況 或者是了解這個人在開刀前他的語言或他的動作能力 所牽涉到的部分是哪些 像這些東西就是沒有辦法直接做處理的 沒有辦法提供分析 所以我們需要用影像的一些後處理來做這樣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們可能會看到在不同的情況底下 我們會用不同的軟體來做這些不同的一些處理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在研究上面 或者是在不管是像剛剛有提過的IBM的Watson 我們都希望越來越多的data 能夠加進到我們這樣的一個系統裡面 能夠提供更多更多的一些資訊 那假設一個data需要花很多的時間來做 那很多很多的data就是一件很複雜的事情 那傳統上面來講 另外一個趨勢 另外一個東西就是brain research 現在是一個社會或者是一個國家 整個世界上面的趨勢 那可以看到在過去前兩年的時候 在美國NIH就是國家衛生研究院 提出了一個human kinetomy的project 那另外呢 歐巴馬也提出了一個大型的brain project 總共就是300M的這個樣的一個 美金的這樣一個大型的計畫 那另外呢 歐洲也有一個human brain的一個project 它有1.019的billion的這樣的一個錢 在做類腦計畫以及做這個大腦的神經的一些研究 那中國呢也同樣也有這個China的這個brain project 在做這件事情 那它透過它也是 它在這邊提出了一個東西叫做一體兩義 就是它除了要了解這些疾病的 也這個產生的情況 為什麼大腦如何透過腦的影像 或者是其他一些技術 來看到這些大腦的疾病之外 另外也想透過了解大腦的機制 把這樣的機制用來開發一些 比較新型的科技的一些 例如說一些AI或者是什麼樣的技術 然後來讓這個通訊或電腦的技術能夠發展 那所以中國在這個部分總共要花 他們預計要花15年來提出這樣的一個計畫 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可以看到在這些計畫裡面 他們都有大量的收集一些資料 所以資料的處理會變成一種很重要的事情 可是在這個情況底下呢 像MRI的影像 它在前處理跟分析跟後處理 它就是比較繁複 所以入門的門檻比較高 那不同的軟體的分析結果 又不見得一樣 你可能需要一些特地的軟體才能夠加以顯示 那另外呢 因為其實台灣人很愛用Windows的OS 但其實國外很多的這些軟體在開發的情況 它都是在Lanus的底下 所以我們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就會變成比較麻煩 那另外呢 軟體它在這邊去對CPU 或者是RAM的這些的需求就會比較高 所以不同的醫院或不同的單位不同的研究 他們可能就需要都要去買這樣的電腦來做這個事情 而有時候電腦的系統更新 或者是因為病毒的關係 你的這些東西就必須要重新安裝 然後因為你的電腦OS更新 然後你的軟體可能就因此需要做修改 那不是每個人都能夠修改 那另外還有大量的資料的收集管理跟存存這樣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提出了一個MRI Cloud的一個概念 就是我們把MRI Scanner所做出來的Data 能夠上傳到這個MRI的這個Cloud裡面去 它具有這個Cloud Storage的這樣的一個功能 那不管是我們不同的Local的User 或者是我們的合作者 在這個裡面都可以做這個資料的分享 就可以做資料的分享 那另外呢 我們可以大量的在裡面 例如說我們針對阿茲海默症或Dementia的這樣的一個Data 我們可以收集很多的東西來做未來的AI的這樣的一個準備 那另外呢在資料的處理的部分 我們就用這個Pellel Computing的技術 利用這個平行化就是Kutta的技術 做一個Cloud Computing這樣的一個分析 那來加速所有分析的動作 所以我們整個的架構長得像這樣子 這是一個User的電腦或者是一台Scanner 那我們可以透過這樣的Dravas-like的這樣子一個 例如說我在電腦裡面裝一個Client端 我把Data丟進去 它就會同時在後端把你的資料默默的上傳到這個MRI的Cloud裡面 那當然在這個地方會有一些資料跟使用者的審核跟驗證 那當我的資料上傳之後 它會被存在這個Cloud的Storage裡面去 那接下來呢我們就要用這個就要Assign一些 例如說我們想要處理哪些的資料 在這邊的這個資料的Assignment 我們後端就有一個GPU的Cluster 它可以幫你把所有的東西在後端進行處理 那因為這些東西都在後端 所以我的自己本機的電腦 其實不負責任何的運算 所以這一台電腦只需要有網路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把資料上傳到雲端之後 我可以利用一個Web的介面 要求它去幫我執行我要做的分析的動作 那當我在這邊分析完之後 我就會把結果再傳回到Cloud裡頭去 接下來呢這些裡面的這些所有做完的資料 就會被我同步下來 到我的User的Client端的電腦裡面 所以在我的這個地方只需要裝一個Client端 負責上傳跟接收資料 所有的資料都會在這個地方被做完 那各家醫院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 去增加不同的這些GPU的這個需求量 所以這是我們之前做過 針對Diffusion MRI來做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我們用的這個MRI的Role Data 在做這個找出大腦裡面的神經結構的 這個擴散方向 我們比起傳統的方法 已經增加180倍的速度 那後面是做一個Simpling 去跑這個大腦的神經追蹤 在這塊裡面我們的東西比以往的快了100倍 那另外呢我們利用這個大腦裡面的分區 跟我們這邊得到的這個Neural Pathway 去跑出大腦裡面的Brain Network 就是這是一個Cognitivity的Matrix 在這一塊我們加速了38倍 那最後呢在這個網路的架構裡面 我們去做這個Graph Theory 去看大腦裡面的這個每個Node裡面的這些參數 然後來進行這個Brain Network的Analysis 在這一塊呢我們加速了18.5倍 那意思是我們利用這樣的雲端的架構 那利用這種GPU的平行運算的架構 比起以往的速度可以加速非常非常多 那這樣的一個方式其實可以Apply到其他不同的影像 或不同的影像處理的這些函式 那這邊可以看到是我們的整個的UI 另外這是我們的一個這個Login的系統 那這是我們在Web上面可以用來Assign說 欸我跟妳是一個合作的Group 所以我們是有一個Management 就我們在這個裡面資料是可以共享的 那另外呢我們在Client端呢也會在你的電腦上面裝一個Client 在Client呢他會負責怎麼Synchronize你所有的一些資料 那後面這邊呢這個看的不是很清楚 這邊就是一些我們要透過Web的介面去告訴GPU那邊說 我們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那這邊都有一些選單可以讓你就是選擇 那你就可以讓它做 那透過這樣的技術之後 病人在做完MRI之後 我只要有RAWDATA 根據我們剛剛加速的倍數 在一個小時之內我們就可以把所有的東西全部做完 然後他只要一個小時去醫院裡面其他的地方吃個東西 欸他就可以看到我們的結果了 好那大家會想說那我們這個東西的結果要怎麼看呢 我在Client端已經沒有裝任何的東西啦 所以呢在這個地方我們就利用一個Web介面來呈現所有的Result 就是我們不需要再安裝任何的東西 我們利用一個Web的Browser就可以看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這一頁裡面 這是透過網頁的來看到大腦裡面的網路 或者是大腦裡面的神經素整個MRI的影像 那你也可以利用手機的方式來看到這些東西 現在的這個Android的手機已經有資源WebGL 他就可以看到像這樣的一個結果 那等一下我的學生在後面有一些demo 大家可以過去看一下 那所以在我們的裡面我們建造一個系統 他具有這個Web的Best Visualization Data Share跟 Storage 還有 Cloud Computing 那我們可以把原本要做比較久的運算在一個小時內做完 那另外呢像這樣的一個結果就可以幫助醫院或幫助研究者 快速的收集資料或者是分析資料 那最後有一張投影片就是 其實我們在做的事情是在做什麼 我們希望透過這個平台收集資料 他為了要做的就是未來的AI 因為AI最重要就是你的Data的Source從哪裡來 另外就是影像的收集是容易 但是影像要經過一個feature的話 才能跑出更多的東西 但是這裡的分析假設很慢的話 你就會卡在這一端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我們的這個東西 可以達到這個Cloud的這個收集 就雲端的資料收集跟分享 然後我們在這邊可以利用這個Cloud Computing 來減輕各家醫院 再建置這些 Infrastructure 上面的這些壓力 然後透過雲端來做 另外可以結合未來的這個AI技術 也可以在Cloud上面去做 所以這是我今天的一個報告 謝謝大家 怎麼樣 自己看來的 我對這些東西 其實這個是沒有在這裡 我可以閞在這裡 那種概念 所以看來就好